好 直播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今天一大早天 其實還是好冷好冷 帶您來到苗栗 吃熱呼呼的暖湯 這個是苗栗特色的水晶腳湯 QQ彈彈的水晶腳 包裹著豬肉內餡 外加熱湯 這個就是苗栗人特有的早餐特色 民眾說喝一碗搭配炒麵 從頭就能暖到腳 帶你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全身熱 熱 很熱 特別是我 特別是我 這麼冷的天啊 冬天喝熱湯就暖暖暖的 就很飽了 早上來一碗熱湯 補足一整天的元氣 而受到大陸冷氣團 及輻射冷卻影響 北部 東北部及東部 天氣偏冷 尤其是西半部日夜溫差很大 最低溫就出現在新竹五點三度 而苗栗也只有六度低溫 白天開始冷氣團減弱 氣溫會逐漸回升 但是要注意了 明天晚上開始 東北季風又要增強 水氣偏多 民眾早起外出 還得要多加注意保暖 最近消息時間交還棚內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東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